7月7号 昨天有人说是七七 七七事变 现在还有人知道七七事变吗 我知道七月七号是 是我刚刚在讲的时候 因为昨天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因为会讨论到 我的爱三倍大 然后是因为是七系 七系指的是农历的七月七号 国历的七月七号 有任何一个人念过历史课的 知道今天是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吗 你看 天哪 为什么 七七辱家巧克力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 po七七辱家巧克力给我们 因为他是历久不拜 为什么七七辱家巧克力 跟卡迪娜一样历久不拜 还有新贵派 没有 然后你知道拜拜三 那个是姜泰的私人喜好 其实真正重点是叫做 一美小泡芙 太容易卖完 然后拜拜一定会要拜到 什么某某先贝 这样子大家才会忘 对然后呢 没有要看你哪个节 有些节不可以拜旺旺先贝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冰冰的吃越冰越好吃的 那个孔雀卷心饼 没有了吧 有还有我前两天还买到 你还买的到 你还是要放在冰箱里 那个还是有哦 对而且姜泰还记得 当年最有名的这个孔雀卷心饼要冰在冰箱里的广告 是谁拍的 是谁拍的吗 对 现在还有没有活药 现在还可 偶尔还有一些戏 男的女的 女的 呃演员 是而且非常漂亮 的女演员 是 台剧 华剧 还是闽南语 呃当然是台湾八点档 张琼之 啊 因为你讲很漂亮啊 姜泰装小啊 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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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 年龄层还要再往上 还要再往上 对 呃 一定猜不到 因为他的荧幕形象跟那个广告真的有差 已经有变了 有差别 我本来讲是张琼 萧强 应该是说 这种卷心饼的广告 你不会想到说会找一个那种型的美女来拍 现在还是美女 现在 以他的岁数来说还是美 还有在演戏 对不对 时不时来说我也再出来一下 那表示当年他也算是 呃 一线的 呃绝对是 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字 不行了 我给你一个字的话 接下来都出来了 他名字几个字 他名字也就两个字 所以给你一个字 你就猜出来了 哦 他名字两个字 快点呼之 呼之欲出 呼出欲之 快点 我一定要想两个字而已 而且目前还在活着 不是活着 对不起 方方 比他更美 哈哈哈哈 他一定会生气 但是只能这么说 我知道 比他多一个字的很美 方方方 不是美 但问题是说呢 字数跟他一样 但是比方方更美 比方方更美 对不对 对 嗯 但时代是差不多的 嗯 差不多了 对啊 差不多了 已经被你这个范围越缩越小 快到了 一A一B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一A一B 但是是差不多同期的 呃 好了 再来 目前 嗯 好 目前 是 他演的是 大陆的剧呢 还是台湾的剧 还是 好像还是以台湾的剧为主 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华剧了吗 对不对 他也其实没有什么戏可以演了 不一定 因为偶像剧里面可能还是会需要奶奶或外婆 啊 又又更小了 不对不对 归亚雷三个字 范围又越缩越小了 对 对 就是长得很漂亮 然后现在还是演主角的奶奶或外婆的这一种啊 美女 各位我们真的不是在拖时间 这是一个意外 可是真的 不行 不行 那我只能再讲一个 然后快点 讲一个更好的提示 你没定猜出来 嗯 古典美人 李璇 yes 答对 我真的好厉害 真的 很多人在想象到他居然去拍孔雀卷星兵广告 而且冰冰的吃月冰越好吃那一只就是他拍 因为跟他的行 因为他是古典美人 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古典美人 怎么会去吃孔雀卷星兵 是而且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而且要放冰箱里 对不对 就是他的形象跟冰箱好像不会扯在一起 天哪 迪亚你到底是不是跟马龙白兰度同年啊 我当然不是 我只有去看他的电影 可是你怎么会 你看像我们这一段是突如其来的插播 完全没有准备 你刚刚聊过了 没有拍过孔雀的广告 他拍的是孔雀饼干 他拍的那一只叫做早餐很重要 记得一定要吃 然后就是端上一堆孔雀饼干跟牛奶 跟孔雀肉吗 没有孔雀饼干 我觉得太神奇了 我们竟然有 有一个孔雀卷星笔 带出一个中国影剧史 是 真的是台湾影剧史 这证明本节目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主轴 我们真的没有要 我们常常就不知道从台湾飞到 也没有要 也没有人要骗人 也没有要骗听友 风友 的确就是这么样的 不免俗的又拉迪赛了 真的 我一定要讲的是 没在 但是为什么总能唤起你儿时记忆呢 我只不过讲了一个七七事变 你就给我对七七儒家 我们已经歪太久 但问题是我想说这个时候 七七事变是一件让人听了不开心的事 因为它造成的一连串的后果 都不是什么太好的结果 罗沟桥事变就是一个中日抗战八年抗战的开始 对那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是让大家想到会是一堆伤痛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的主题回到七七儒家巧克力不是很开心吗 它是不是有一首歌 它应该有不少歌 对但是你知道不行我还是要再讲 回到这个不是七七事变 而是七七儒家巧克力 我觉得拜拜有一些东西 有七七儒家是有歌啦 但问题是那个就不是 我们知道说有很多广告 它是有一首可以拿去当唱片主打 永远的歌 对那比如说听到张青芳唱天天年轻 你就知道某某牙膏 对这一种广告歌 可是七七儒家它就是那种 just for广告的歌曲 就是一堆就是在这边唱很无聊的 你知道吗 鲁家鲁家怎样 一直到现在 有一些不知道他们的 因为它那首歌就是天天年轻 这首歌可能是升职人心 是 到现在都没有换 对可是唱歌的人换 唱歌的人换 最近的代言人编肖静腾 所以就是要肖静腾很唱 对对对代言的人唱的人换 但是歌还是这一首 歌还是这一首 好 但是我还是要讲 你一直说拜拜是用小泡芙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常常去庙里拜拜 所以我真的看到出现最多的 依孔雀拼 空秋拼 空秋拼 对孔雀饼干 对秋拼派也有 然后再过来台湾一定会拜的什么 你知道吗 新贵派 哦 嗯 不是小泡芙哦 可能因为买比较难买 一定是 我以为你要讲那个时尚最老的饼干 你知道为什么新贵派 或者说那种旺旺之类的 大家很喜欢拜拜 因为通常你拜拜的东西 你不一定会拿回家 对 你可能都放在那边 对 那他们这样打开吃的时候 如果你一打开就润掉了 就潮掉 所以你单片单片包的 你就不会湿润 所以你就会发觉 七七 小包装很重 对对 所以七七也是变成单个单个单个了 不过是一条的了 还好啦 张太还好没有讲一个什么可口乃滋的这种东西 要不然的话岁数就变老了 以前有一个弯弯的饼干叫什么 就是那个就可口乃滋 哈哈哈哈 是吗 好老 真的吗 弯弯的这个饼干 是 这就是可口乃滋 现在还有吧 不要问我 那个太老的事情了 但是有一种饼干 我真的不吃什么口粮 哦 你说那个当兵带的干口粮 你用口粮吗 哦 那个 很好吃呢 啊 终于讲到 翻翻的年纪 那个隔离包或者是什么 什么地震包里都会有 有时候 就说紧急救难可以摆三年的东西 有没有 对 我跟讲 我记得那种饼干 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磨牙饼 不是 张太你不是 竹篱八外的春天吗 你卷春了应该很容易 所以我很痛恨 不是 是我们一直讲到营养口粮 竟然 翻翻终于接了话 哦 营养口粮吗 所以翻你到底是住在哪一国 你怎么会吃到这个东西 我老兵 对 台北周末票房排行榜 你知道吗 迪安 我们最近我们中网流行网所有的节目啊 都会放到 陆续会放到那个YouTube上面 然后就说任何时候 大家想要重新回忆 回忆回味我们这种电影的专业知识 他都可以听 所以 我们正式跟古阿默打对台了 哈哈 我们没有画面可以吗 而且我也不会在一分钟之内告诉大家整个片子的距离 我们至少要在15分钟内告诉 不会在5分钟内讲完一部片影 而且如果说大家说我们忠实听众就知道 我们常常讲30分钟 可是只是讲1分之1 而且根本都没有 还没扯到后面 而且还没有讲完片名 对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排行榜一定都会讲到片名 排行榜都要讲完了 来 本周第10名 明信片谋杀案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 稍稍的为大家稍微讲过一下下影片 那这个就是 美国的演过英式录啊 实习医生啊 超自然档案的 长得很高的性格男性 杰弗雷迪恩摩根主演 那这个片子呢 里面的 因为是明信片谋杀案嘛 所以他们必须要到很多观光景点啊 所以这个片子主要主打的景点 就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有被拍到 如果说疫情期间 大家想要看着国外的美丽的风景 想象自己有出国的话 这片也算是个选择 你知道我们刚才在讲明信片谋杀案的时候 发现说是不是那个明信片会割人 没有 他是说要谋杀之前会记一张明信片 告诉你 下一个案子在哪里 然后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你记不记得在 那个 那个 见识 见识科的时候 他有说纸会杀人 纸 就是用paper 纸是很利的一个杀人工具 对 但问题是 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这么好的武功 就是这个古代的奇侠 用一片叶子都可以杀人 就是纸利如刀嘛 对 那么第九名 这是一个日本的漫画改编的电影系列 叫赌博默示录最终游戏 那仍然是由藤原龙野等人 他们主演的 如果说大家喜欢看这个系列的听众朋友的话 还是可以来欣赏 第八名鬼是女 来自于鬼最 也不能说是鬼最多 应该说是最会拍鬼片的地方之一 就是泰国 所以泰国很容易就碰到鬼 所以呢 这个片子鬼是女 如果说喜欢这种东南亚恐怖片的观众朋友的话 可以来捧场 第七名 天后小助理 上个礼拜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那这个电影呢 就是我们的格雷的50道阴影 然后跟女主角达克塔强生 我可以请问一下 那位演天后的对不对 对 那位演天后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在 他本身就是一个演艺世家吗 他本身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演艺世家 因为请恕我对于这个皮肤颜色稍微深一点的 我可能也就比较没那么多 那我们在台湾 我大家知道都很重要 每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来重视这位天后小助理的天后 那这个天后呢 他真的 他的妈妈是天后 他的妈妈 对不对 不是 但是你是说他本身 他的妈妈就是天后 那他自己是做什么呢 有演戏 而且呢 他也有演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美国的影集 那当然也就是 以这个黑人的生活为主的影集 然后有得奖 上次呢 我看了那个 欧洲跟上比赛火焰传说 我已经对于美国所有的演员 赞叹不已 尤其是威尔法洛 好 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 你有没有觉得像他们来演这种 会唱歌的人 对不对 你真的觉得他们的声音 真的是无懈可及 这是后制的技巧吗 这个很简单 那当然呢 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出唱片 那当然 怎么出唱片的 就是怎么样在电影里面唱歌 很强耶 对 没有关系啦 但这个其实已经不算唱 也许有可能 到了现代的演员 每个都是好几把刷子都会 真的 比较不像古代 在拍这个音乐片的时候呢 常常是 需要找演员来演 然后去找人帮他代唱 梁三伯以驻英台 没有 梁三伯以驻英台里 林波真的会唱 可是乐地需要 就是习近平 对不对 乐地需要 是 那所以呢 天后小助理我们都一直没有讲到我们的演天后的这位她母亲就是我们的这个黑人歌曲天后 Michael Jackson的偶像兼好朋友 Diana Rose 曾经来台湾唱过的 对 她的妈妈就是Diana Rose 是 哇那看起来比她妈老耶 江泰你看你本节目一直被提到年龄歧视 没有对本节目我是说真的啦 大家去看嘛 因为Diana Rose的确是歌曲的天后 天后中的天后 是 是Michael Jackson的望年之交 对 所以但是我不知道她女儿这么厉害 嗯 她 我是觉得电影里面她把那个架势揣摩的很好 嗯 从小看妈妈就迟倒了 从小对着镜子 对那所以呢 嗯 天后小助理 这个片子呢 也是值得大家欣赏一下 第六名 这个片叫做死因无可疑 它比较好玩是 它是一个日本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但是是一个香港片 对 好像是目前移民来台湾的这个 还没 还没 不是已经移民了 还没 她有拿到永久居留了吗 呃 这个我们的需要问她本人 但是她还没有移民 那还有另外一位是一直都有台湾的身份 但大家都常常觉得她是港星 好 这一组也很妙 男主角黄秋生 女主角就是林嘉欣 所以呢 到底哪一个有台湾身份证呢 林嘉欣啊 她是台湾人吗 她不是香港人啊 是啊 哦 所以她也有 对 她在台湾出道的 各位不要忘记 她出道是在台湾出唱片 是先是歌手 后来才变成她的真正的强项 演戏 就是演戏 对 好的 她每次来台湾宣传的时候 都会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她是在台湾出道的 我是台湾人 好 来 那个第五名 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个片子呢 是最近在台湾上档的 真的是芯片哦 所以说票房其实还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新冠肺炎开始以来哦 美国很多的芯片都延后延后延后 对 那很多 要不就是呢 美国可能就不上戏院了 直接在影音串流平台 影音串流平台 就是你可能是订购一次大概是要十几块美金 但是你可以看一天啦 或者是看多少遍啊 很划算啊 呃 还是贵啊 因为说美国你去买一张戏院的票大概是十块钱美金哦 那不用便宜 江泰不要这样 不要马上这么联想 这么强 我们还有很多的信用卡优惠计划可以吧 没有真的很便宜啊 如果是以美国消费来讲的话 他们如果十块钱美金真的差便宜 我们用很多信用卡哦 甚至于Apple Pay之类的 到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是那个台面上面的票价可以吗 好 大家不要觉得电影票会太贵 其实还可以多多多去看 我们电影票票面价跟机票一样 其实都没有人用票面价买 对 但问题是机票你可能会备收定位费 但电影票你反而会往下这个调降的价钱啊 所以呢 这个是美国的芯片72小时前哨救援 那他是会在呃 之前他之前在美国是有办过特应 嗯 那特应之后呢 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子 可能就是会直接上这个影音平台 然后大家可能在家里面大概花多少钱可以订啊 嗯 可以看一整天或是看好几遍啊 那台湾观众的话非常的有幸 这个片子一听也就知道 他应该是跟动作比较有关系的 这种东西你当然一定是看大萤幕过瘾很多 那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来讲这个电影 第四名 他终于从台北周末票房榜的冠军退下来了 终于 他已经连续六周冠军了 本周第七周终于退下来 这片就是二分之一的魔法 那其实也蛮妙 就是当初美国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算是最后几步上到戏院的大片 车尾 对掉到车尾 那台湾的话是因为三月多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已经开始了吗 所以说台湾的迪士尼本来就已经把它拿下来了 那后来五月多的时候把它放上去的感觉是 好吧反正也不要再拖太久了 你不觉得这个魔法石真的是magic 为什么 他竟然细水长流就一直慢慢卖 慢慢卖 当初台湾迪士尼可能对他也不是充满那么强的希望 但现在竟然卖的这么好 对啊 细水长流 果然是片名曲很重要 你二分之一魔法石就是让他的票房变成了 多了二分之一 也没有了 那怎么说现在的话就是 他真的还是细水长流中 显然会暑假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可能又会再往前了 来第三名 这是一个新片叫战争中的鬼故事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鬼故事呢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 第二名 我们都知道说最近有很多经典名片会重新上大萤幕 那这个片子呢 也是一个很久的电影 那当年他推出的时候 让日本动画在全世界得到瞩目 非常的震撼这个欧美的影评人 那过了三十年之后呢 他在台湾 比较玩 他其实以前在台湾上片的时候 是在西门町的某一家比较小的戏院 一个厅而已 那是他第一次在台湾正式上戏院 没想到事隔多年 二三十年之后呢 他现在在台湾是 台北 光台北市 东西区就有好几个大厅 就是那种一千多个人的大厅 再演这个片子 所以这是重印 是重印 可是这一次的票法一定比上次好 因为座位多很多啊 座位多很多 本周第二名恭喜他 阿基拉 这个是大有克洋的经典动画 本周的冠冠军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点害羞 我觉得我没办法讲片名 我要怎么买票 没有关系 你一定会讲错 但是他一定会知道你要买什么 我会讲成说 我要买那个破纪录 哦 OK OK好啊 大家可以学习这样看 你要看七点的破纪录吗 因为我们的本周冠军就是我们最新国片叫做破处 是 当然就是跟两个男生想要破处引发的一连串风波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种用语 当然你会在某些特定的 比方说表特族啊 或者是什么 例如说什么PTT啊 或者是中俄这些的社群平台 你会都会看到这个字 一天大概出现一千次以上 对 但是要我们去念出这个片名 对不对 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害羞 着实有一点 有点伪谅 对 尴尬尴尬 其实导演可以想想 就美国人拍这种题材 他的片名还是非常的不会让你很尴尬 就叫美国派 对嘛 我们台湾不能拿着什么豆浆烧饼油条之类的 对啊 或者是厚片烧饼啊 比较难咬 对 为什么就是要给我们这样念好 再来一次第一名本周票房 迪亚 破初 迪亚来讲比较适合 对 这个好像也已经离我们的年纪有一天 但是这个片名的确会吸引很多 放暑假的人去看 所以说第一波有放到的 现在应该是大学嘛 中学可能快要开始 他们早就破纪录了 小朋友的话可能要15号 那而且这片子也是你们不能看的 那就这部 这小朋友就先不要看这部 我们就是锁定在参加 中学大学 只考刚考完的 是这一群 对 所以昨天刚好去看了 对 本周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台湾的电影能够在这个台北中 获票房冠军了 所以也恭喜破处这部影片 你待会要谈吗 还是下一次 我们来谈一下战争中的鬼故事 七十二小时前哨救援 这些片子 毕竟我们还是不好意思谈破纪录就对了 不要讲到江泰破纪录 我们常会被你知道我们常被很多风有误会说 我们的节目啊 骑士长得怪怪的啦 或者说年龄大的啦 或者怎么样 怎样就是就误会我们你知道 这是误会吗 不是 大家都误会迪亚你知道吗 没有 好 不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私下讲的他们都听到了 不是 对啊 不是都是 那就只能怪翻翻了 你该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要关掉 看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被人家抓到嘞 其实真的没有啦 我们开玩笑的话就是开玩笑 只是伯君一笑 完全本人没有任何歧视立场 我觉得我等一下讲可能又会讲到一大堆这种的话 你不要再让我入坑了 真的 OK 你常常就是 可是等一下还是会讲呢 我觉得你常常躲避球飞来我都接不到 然后就中蛋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可能比较不太会到那个话题的 你讲安全的好不好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两部片虽然骗子的处境很危险 魔法保姆之类的好吗 我们接下来这两部电影虽然骗子的处境很危险 但是演员非常安全 因为都算是这个年轻鲜肉 要不就是顶多30出头而已 定理子的也可以啦 都不会到老 老细骨也OK啦 也没有老细骨 老细骨也OK 都还很壮年年轻 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讲 很好玩的是这两个都算是战争有开火的电影 但是主题都不一样 72小时前哨救援他就是一个真人实事改编 那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最狐一的就是 为什么美国军方要做一件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基本上讲就是在阿富汗的边界 然后有一个美军的哨点 然后那个哨点因为很容易就很接近塔利班的这个组织 塔利班能只要 而且塔利班是居高临下 因为他们的哨点是在一个平地 可是塔利班他们是潜伏在山上 那你不就被打着 你的目标就是曝光的嘛 yes 没错 所以说呢 他们那个军队都在盛传说 如果你被调到这个地方来 那真的常常就是你进的来 但是出不去 那就 感觉他们是标靶 对 那为什么还需要做这件事情 是啊 而且这个片子就是让你看到说 他基本上美军在那个营地里面的 每一天的生活日常都常常就是会交火 就有可能你可能刷牙刷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就叮叮叮叮叮叮就开始了 天哪就开战了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一个这个 而且还居然要守住 对对对 为什么要设这样的一个碉堡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后来 终于还是决定要撤出嘛 那撤出要撤的时候 塔利班当然就是直接的加码嘛 然后 见面 对 趁机会就想要把你全部都扫平 所以说他们在撤退的时候 也伤亡很惨重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得到美国 美国现在是已经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所以就让人觉得有点怀疑说 那你当初撤这个点是为什么 是为了要拍片吗 也不 不是 我这样讲不就是 重点就是说 你既然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 这么多的交火啦 大大小小的战争事件啦 甚至于军人的生命也是不安全的 那你干嘛当初把一个地方在这里 那必然有他的生意啊 只不过我们的一般小民是看不懂的啊 嗯 那这个电影也呈现出来就是军人在那个地方 真实生活状态是真的还蛮刺激的 那他们的电影中间难道没有质疑过说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 他的战争目的是什么 重点来了 这个问题你会得到答案吗 不会 因为为了要消耗武器预算 真的也不知道啊 有可能啊 军人心里当然会怀疑 观众心里也会怀疑 但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军人是不得提出疑问 只能服从 yes sir 里面的军人是都很服从啊 但是心里也是有疑问啊 那观众也是看着一肚子 也是疑问 疑无疑 可是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为什么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啦 那所以呢 这个片子呢也就很妙的 就是你常常可以看得到他们 就是刚开始上一分钟还在这个地方 我整你你整我啊 互相斗贼打架 马上接下子战就啪就过来了 就开始蹦就开始 这片子其实蛮也还算 这是他们的一天的日常 是这是他们的日常 所以说这个片子其实呢 娱乐性也还算不错 因为从头到尾不会太沉闷 爽片 虽然也不到爽片那么爽 但基本上不会太无聊 因为常常你讲 讲个两句话没多久 他子弹就射过来 没有他讲了一半他就倒了 也有的人就真的就倒了 对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 会给观众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对我来讲 我已经算是看外片看不少 那比较能认得出这个人 跟那个人长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但我看这部电影 我还是会觉得 除了几个比较大牌演员以外 其他人的面目都有些模糊 复制人吗 没有就是说你可能 比较搞不太清楚说 他们的个性上面的特色在哪里 或什么 那可能是因为也有很多人 就是也许出来一下 然后就阵亡了 所以说 我觉得他们消耗了大量的 演员训练班的演员 也不要 下次真的 我认不得啊 就是你真的辨识度不高嘛 诚如你说的 真的有一点像练习生 但其实去仔细去研究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片子 选角有个非常妙的地方 长得像 不是 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究竟这个演员选角有什么特色 特色就是里面很多新二代 跟新三代 而且呢 最了不起 还有三代啊 有三代 而且最厉害的就是呢 他们的爸爸都不是普通人 是非常非常红的人 你知道 所以我的判断是对的嘛 因为你总不能 一下就把这些新二代 一片就死了 对不对 就搞死 所以总是要有一些片子 让他们彼此较劲跟磨练 最好的就是这一种战争片 但其实呢 本片的第一男主角 已经算是美国近几年来 最红的一个新二代 那很好玩的是 他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克林斯威特的儿子吗 对没错 然后呢 哇好厉害啊 而且呢 他在这个片子里面 他演的人的名字 就叫做克林 哈哈哈哈 你还认不出来的话 那我也是没办法 牛奶 已经最多了 嗯 对然后呢 这个当然他是比较好认的 我没认出来的是 下面这几位 但是我只能说 我真对不起各位 他长得不像爸妈 不然你应该认得出来 这些新二代 有可能哦 最近这两三年 也开始出来再演戏 可能作品会越来越多的 梅尔吉波逊的儿子 嗯还真没听过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其实陆陆续续有戏 已经在台湾有演过了 例如 还真交不出名字 哈哈哈哈 因为呢 好基本上呢 这一位 这他的名字叫 麦罗吉伯逊 麦罗 Gibson 那呃 他的电影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陆陆续续的会比较多 多了 那比较好玩的是 因为七十二小子 前上救援 这个电影 也让人有一种感触 就是就是你在一个军队里面 常常活 最最能够撑下来的 战斗力最旺 而且这个最打不死的 叫做士官 那军官是抗责任的 但军官很容易阵亡 他这个片子里面 他们从头到尾两个小时 他们就换了好几个长官 因为长官就 陆陆续续的 拜拜 对对对 而且那个长官 只有一个是被吊走的 剩下两个都是拜拜 可能也有可能 就是我拍摄到中间的时候 其实那些好莱坞多蜂勇 知道说这部片换角很多 快点赶快把我们的小孩 送进去磨练一下 所以一直一直有人走 除了两个 这个老爸最大牌的 克林斯威特的小孩 跟这个梅尔杰伯逊的儿子之外 里面也有米克杰格的儿子 可能米克杰格很多小孩 在外面 对那里面有个儿子在这里 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代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 中国纪公园的话 里面有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 老爷爷其实基本上他是一个英国的演员兼导演 他就很像肯德基爷爷 对那但其实他在英国 对那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 导演的作品最有名的是甘地 他是拍过这么很大史诗的片子的导演 那他的孙子在这典里面 就是爷爷 的亲孙子 对 他是英国人吧 是 所以这个真的叫新三代 因为有跳过他的爸妈 爸妈没演直接就是孙子了 所以呢 呃大家也可以来找找看 看你认得出几个 但我觉得一般人 至少男主角是会认得出来 应该有72个吧 因为他有72小时 呃应该不止啦 但活回来的绝对不到72个 那好所以说这片子呢 我们本周大概要给什么样的 李璇古典美人代言的啊 拜拜必费 他代言的是孔雀爵 哦是是是 但问题是我们要给七七儒家巧克力 七七因为今天是七七 对那我觉得呢 七三小时前哨就员 我们就给三个七七儒家巧克力 72也可以除以三整除 多好 三的倍数 对不对 我以为你要七除以二是3.5 也没有 我就是要这个可以整除的 七十二小时前哨就员 好 再来 我们要从 呃美国阿富汗战场 直接再跳另外一个战场去 美国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打斗 战争中的鬼故事来了 是 那这个战争中的鬼故事呢 就是要往前挪到二次大战的战场 真正战争中鬼故事最多的 不是一战 因为那时候可能电影史还不是 电影工业没那么蓬勃 我觉得二战的时候就有很多了 好那这个片子也很好玩 他讲的背景 刚开始呢是五个美国的士军人 然后他们奉命要去某一个少典 要去接少 就是那个地方常会有轮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这些人 然后我可能隔一阵子以后 我调另外一批人过来守这里 然后呢 可能他们在这个地方再守一下以后 又会有下一班的人来接班 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到了这一栋 他们其实守的这个地方是一栋豪宅 那大家都知道很大的宅子里面 就是很容易出现闹鬼这种事情 那他们人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说 上一班在守这个地方的人 急着想要赶快走 交接 要赶快交接 赶快要接赶快要离开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怪怪的 结果后来果然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房间里面 发现有不寻常的事情 二战的时候吗 是 那他美国是在哪里呢 他们找到的这种豪宅呢 据说就是后来他们因为 就是这里面出现太多闹鬼的事情 他们开始去研究才发现说 这个宅子的主人本来是一群法国的富商 法国富商跟他太太跟两个小孩 那他们偷偷藏了一堆犹太人 所以呢 后来被德国人发现之后呢 这几个 那他们这一家人就被很残忍的方法害死 所以他们就这个在死前怨念就留下来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才一直出事 然后呢 这五个美国军人呢 第一要守住这一栋闹鬼的豪宅之外呢 马上接下来又有一批纳粹军队要经过这里 所以说他们接下来就是碰到 又有超自然恐怖的事情 又有直接面对敌人危机 那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 那他们曾经藏过一些犹太人 曾经不是那个犹太人还在就是了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说连主人都会被处决掉 那犹太人难道不会送到集中营 对所以犹太人是还已经被救过了 对那所以呢 这个片子呢 也是好玩的地方在于 我们平常看到的都是二战的 美军对德国的这种战争片 那很少有人把战争的场合再结合鬼故事哦 而且他的鬼故事是真的闹鬼的故事 可是这片子更好玩的是 他大概到差不多快结尾的时候又有一个转折 所以到那个转折的时候 可能大家又会觉得这片子到底能不能算是鬼片啊 所以这部片是based on the truth 绝对不可能 有史蒂芬金参与吗 也没有 可是你这样 你该那句最后那句很关键哦 是 你没讲 对我当然不能讲 各位还需要花钱去看吗 你就 可就你那句话就值得给 我如果讲了 我们就真的跟古阿末没什么两样了 我们真的就要陪不完了 对 那我们一定要留下来 就留一些尾巴让观众去看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啦 这个片子 虽然有那个转折还不错 但我觉得最后的结尾 可能还是会让大家觉得 有一些期待更多的感觉 如果说能够再把你不讲的那个 再深度发挥的话 会更好 所以呢 我也一样哦 我们的七七乳加巧克力呢 大概也是要 对那给三个 我们再跟我们所有的热爱迪亚的 对电影这么深入剖析的风友们 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呢 所有中广流行网的节目 都会在YouTube 尽量的会每一集都po出来啦 然后大家可以 如果觉得我们的电影 他听了很想一额未尽 真的想看的话 或者他没办法去看 他想听的话都可以上 按赞订阅分享 扬起你的小铃铛 谢谢 我们终于 我们终于可以念这几句了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好 最后一步 对我们最后一步 我们也要讲另外 我们又要再回到事实的影片来了 那我们要来讲一下 日本电影福岛五十英雄 那这个片子呢 当然是三一地震啊 然后这个福岛核电厂里面 如何应对这一个重大的剧变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核电厂里面的一些 这个器械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可能会造成安全上面的危害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人负责去处理解决 那这个电影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是想要看场面的话 他有一些 他毕竟还是以人性跟人情为主 但是我觉得他算好处是 他场面至少也还算做的满足 就是刚开始地震 当然就是天摇地动 他有用到真实的影片 还是都是模 就是海啸来的那个时候 海啸来的时候应该还是他们拍自己拍的 那至少也海啸也有海啸 然后呢该有的一些爆炸啊什么也有 而且是陆陆续续在这个影片的过程里面出来 所以说大部分观众情绪还是被抓得很紧 你不晓得接下来可能又会出现哪一个灾难或什么之类的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呢 我比较不是很欣赏的一点 在于他毕竟是一个日本很大的事件 所以以这一个事件出来 我要拍电影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找到很多大牌 然后到最后如果你的大牌太多的话 片子又只有两个小时 你可能到最后不够分 那这个片子的不够分的情况是不够分的 非常恐怖的 完全浪费大牌吗 只是来问导游 不会应该说有有有两个 就两个戏份追踪的男主角 佐藤浩世跟渡边谦 他们两个当然是非常的有发挥 但其他人全部就是导游 甚至于比导游更惨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在 有一种叫军教片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来参与 或者大合唱 可是每个人唱的大概就一句而已 对那可是呢 这片子我觉得比较妙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对日剧完全不熟的人 你来看你不会有感觉 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看日剧看很久的人 你来看你就会发现说 天哪这个人怎么才给他两场戏或什么 就没有了 或者是说其他 这个人怎么只是这样子 好浪费 超级浪费 这片已经浪费到说甚至于连演那种背后活道剧之类的 他可能都是什么日剧里面的主角 那何必这么浪费 对那你就觉得哇有点实在是太可惜了 而且我觉得这片到最后为了大牌要塞进去 然后又不能够好像有点怠慢他们或什么 就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结果 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 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灾难片这种东西就是男性为主 那你必须要塞一些女性的角色 就他们的家属 你看最直接会想到是他们的家属 但是问题是这个片子里面又不能只能塞他们的家属 那还有同事吗 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故事大部分这个镜头是拍办公室啊 大家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是家属早就被送到这个隔离区了 那你能够给那些女性多少 不是很少就只能说分镜 就是说我在家里这个场景 我拍期待跟担心 对那他们的公文就这样子 于是到最后这部片就决定说 我的女主角如果有的话 就要把它摆在办公室里面 但其实摆在办公室里又不太有什么发挥 对啊 于是就只能变成说 当杜鞭签在前面这边讲一讲的时候呢 他就跑过来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如果有人的时候 他就帮忙接待 甚至于里面还有去拍扫厕所 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呢最可怕的是 他的女主角还不是那种随便没排的 他甚至于是90年代日本非常红的日剧的 那种当家女主角 又要我猜了 你不会你猜不出来 因为他的戏在台湾拍的比较少 他的戏在台湾拍的比较少 可是他在日本非常的有地位 安田陈美 啊 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所以你会觉得很夸张吗 拜托安田陈美 像个背后铃一样 每次就是杜鞭签在前面讲话的时候 镜头后面他就坐在桌子旁边 安田陈美当年是非常红的 也会唱歌 然后又会演戏 是 所以他的地位就是唱作俱佳的 大家可能不晓得他唱了什么 我必须告诉各位 就是宫崎骏的动画 风之谷的主题曲就是他唱的 然后呢演戏就跟不要讲 台湾最导播几处日剧啊 什么回首孟一元同班同学 都是他演的 但他在这部片里面 大部分就是站在背后 然后时不时跟杜鞭签讲个两句话 然后甚至于中间有一段 还去拍他打扫厕所 那一段真的是有够突兀的 你都不晓得说 为什么他突然去扫个厕所 但没办法 你都已经把这么大牌的女明星找来了 你就不能不用他 没有我觉得这部片或许有政府 或者是东电的时代的意义 所以会让说你曾经知道 这一段灾难历史的人 都很想在里面有一个角色 有可能是这样 那必须说他里面有一些部分 还是掌握的不错 比如说他在里面有讲到说 杜鞭签的这个厂长 然后碰到了很多这个 上面长官的一些施加压力 比如说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非给我做不可啦 外行领导内行啦 然后很多这种东西去扯你的后腿 这几点我觉得都表现不错 那唯一会莫名其妙 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是稍微 以前有看一点日剧的人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感觉 演员好像有一点大材小用 然后在里面摆在里面 稍微可惜了 我记得你知道吗 当时要进去的人家说 他们是死士嘛 派进去的人 然后我还记得鸿海 我们的郭董捐了一笔钱 指定给日本说要给进 这些人 走进去的人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真的有没有拿到这一笔钱 就是他一定要赞助这几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这个电影 但七七乳酪巧克力 我可能就给三条而已 今天都非常公平 你这样对得起那些进去的工程师吗 没有我很佩服他们 也很感动他们的情操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也把 这一个部分表现还不错 但是这片子仍然不是非常完美的 你至少还要加仙辈 好好好 仙辈孔雀卷心饼 可口乃滋全部加 就是三条